社会线矮的成因来讲 以现在来讲年纪还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呢当然有人说 像一些糖尿病啦 或是说基因 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你的爸爸有 你的阿公有 那这样子你罗矮的机会呢 可能就会增加两倍到四倍 所以除了年纪跟基因的部分 我们是无法躲避的之外呢 既然有风险 就是希望可以避免 那怎么样避免呢 我们能够做的原则上 就是减少社会线局部发言的机会 那当然就跟饮食 还有一些生活作息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国人这几年来 就是台湾这20年来30年来 我们的社会线矮增加很多 那当然有几个因素啦 那你说年纪嘛 这20年来台湾人的寿命 也差不多就他那么几岁了 所以我想也不是因为 我们的年纪大幅增加的原因 我想跟饮食是有关系 在这几年当然就是大家对于饮食的部分 要求是越来越高 要求高不代表健康 因为我们就吃了太多的一些 可能会造成身体发炎的东西 包括一些糖类的饮料啦 高油脂 然后高能量的食物 那这些东西其实上不只是社会线癌 那跟身体一些癌症是有相关的 包括大肠癌 子宫内膜癌 还有乳癌都跟这个食物是有关系 所以我想健康的生活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在饮食上呢 多多摄取一些减少氧化的东西 那包括说排名第一大概切红素啦 切红素不明示意是在番茄皮里面 那番茄皮呢 我们嚼也嚼不碎它的细胞壁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煮熟 那当然去买定计来吃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但是小弟呢 我呢我大概就是会选择煮面的时候啦 炒饭的时候炒蛋的时候啦 把番茄加进去 那我想这样对于我们的一个抗氧化的能力 是会加强的 那还有包括像一些良好的生活作息 也是会有关系啦 那其他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的 譬如说黑人或是北欧的人 这些地域性跟品种性的一个关系 也是会跟社会性还有关系 但是这跟我们就没关系 我们就台湾人嘛 就是黄种人 那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大致上呢 就是从影子上可以去做手